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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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改成毫米都可以 那么 总之呢这个图纸我估计导出来 给到你的客户 客户反而会认为你不过专业 还不如我重新画一个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视图 切换到3D模型 为了导出视图要漂亮呢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再设定 比如说 那这个时候我就让它这个 坐标轴的这个线不显示了 是吧 我切换到全景 是吧 切换到全景的时候 我调整一个好的视角 对吧 这是全景 这样 然后这个 空间名称 我也让它不显示了 现在只显示黑夜 漂亮一点 显示图纸呢 我记得还有个显示图纸 显示图纸 那我就在这关吧 这个图纸 我也不让它显示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可以点这个 保存视图 这就可以咔嚓一下的 可以看到啊 在这保存到了 那名称呢 我也可以改一下 我还可以把这个 另存为单独一张图片 比如说我这保存了 酒店全景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就变成了一张 GPG的图片 只不过呢 不是很清晰 要打开吗 OK 那么我可以再调整一下 视图 是吧 这样也可以切换 咔嚓一下子 那么 我们再看第二个 光线追踪 这里有个启动光线追踪 这就是可以 对光线的一些反射效果 进行深度的一些渲染 还可以进行一些HDR渲染 就是逆光 这里默认呢 是400x300 就是比较小 大家知道啊 400x300也就这么大 那么我可以渲染一些高清的 比如说渲染800x600 或者更高清的 当然渲染更大的 像素更高的这种 你的电脑压力会更大 所以看你的电脑啊 台式机 就是可以用 其他的慎重 启动光线追踪 你看啊 我这个渲染800x600的 都有点压力难度啊 走的都比较慢 OK 那么渲染成功了啊 我的台式机渲染了大概五分钟 所以笔记本 渲用啊 尤其这么大场景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水面的一个阴影效果 就有了 是吧 是非常漂亮啊 这种阴影的反光反射效果啊 啊 那么 这个 这一集里面呢 大概是有的朋友讲呢 就是说问我 说这个镜子怎么做啊 尤其是镜子的反射效果 为什么计算了没有呢 你就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渲染 啊 光机追踪啊 来进行达到它的一些 效果啊 它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所以非常漂亮啊 有水面的高反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都可以做得出来 比较漂亮 但是呢 这么大的一个图呢 大家轻易去炫啊 看一下自己的小小电脑怎么样啊 啊 保存啊 经常保存是一些好事啊 OK 那么这个户外场景呢 大概我们也就 炫到这儿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室内场景啊 你看啊 到现在为止这个保存的话 都有点困难了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决定到最后 我再保存一次啊 OK 那么我切换到这个室内场景啊 到这个客房要买房 调到这个角度啊 这怎么还有图纸在显示呢 啊 不能图我把它隐藏啊 所有图纸都隐藏啊 OK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可能需要 如果单纯室内来讲呢 可能需要出一些报表给客户 那么这里呢 我就保存一下视图啊 这就OK了 保存一张啊 这个客房要买房的这样的视图 那我还可以导出一些尾色图 是吧 可以看到没有啊 尾色 这样保存一张啊 显得会比较专业 是吧 下面可以调节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无分级的 也可以调成有分级的 当然可能我觉得无分级的更漂亮一点 你也可以通过调节这些 科度比如说现在绿色的 是大多数集中在100lex左右的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跟客户解释的时候 带上这个科度去解释啊 OK 我也可以旋转一些其他的视角 这个要调整好透视关系啊 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视角 其实要带点户外场景才好啊 你看户外场景也可以调这个透视啊 OK 然后咔嚓保存一张 再来一个没有尾色效果图的 啊 OK 那么同样我也是咔嚓再来一张啊 那么在这呢 你也可以进行一些光机追踪渲染啊 都可以没问题啊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导出的一些设定呢 我们就搞定了啊 在这啊 那么这里呢 主要是一些图形啊 怎么样来给它导出来啊 怎么样保存下来啊 丰富我们下午的报表